今天是3月1号 我们终于拿到了 东岸商场的合约跟评估报告了 基隆市议会礼拜一将召开临时会 东岸商场就是第一案 合约书内容终于曝光 市议员越看越有问题 张志豪之一 ROT案的先前规划报告书上写着 经拜访潜在投资厂商意愿 倘若许可年限过短 尚无投资意愿 是否就是合约加长的原因 所以这个标案 就为了这个新厂商 去量身打造了一个 这个新厂商觉得有利可图的年限 我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会从5加3加2变成了20加10 原来是因为某个新厂商说 5加3加2太短了 要拉长要加长 那这个新厂商是谁 这个顾问公司到底去找了 什么潜在投资厂商 这个就会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 民进党市议员扮起柯南 郑文婷也质疑 105年基隆市府和大日签约的土地租金 是每年1631万8千元 5年后因为申报地价调价 109年林优昌市府和大日续约时 土地租金因此调降到979万800元 但当时市府将定额权利金 拉高到4千070万9千200元 就是为了让市府保底收入 维持在5千050万 甚至当年合约还约定 如果申报地价再调降 必须维持原来的土地租金 确保市府收入 不过谢国良和维峰的契约 对于地价可能调降影响市府收入 却没有任何约定 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契约的文字 为什么谢市府在跟维峰签约的时候 他不会直接造钞呢 也就是说谢市府他所谓土地租金 1155万并不保证 他就没有所谓的保底 他的好不晓得是 可能只有谢市长感觉好 议员越看疑问越多 市府决策到底怎么做的 有没有土地厂商随着周一 基隆市议会临时会召开 议员非得亲自问个清楚 美式新闻综合报道